大家好,这里是Word从入门到精通 很开心,我们又见面了 上节课我们通过两个文档的排版 我们学习了排版主要的四大原则 有亲密原则,对比原则,对齐原则,还有重复原则 我们也在其中掌握了一些排版的技巧 不过说实话,如果我们在实际的工作当中 我们的每一个文档都像上节课一样 也就只有一两页 那我们的头发可能就不会如此的稀少 我们的黑眼圈也不用看笔熊猫了 然而事实是在我们日常的学习和工作当中 需要编写的文档的页数往往可能是两位数 三位数,甚至是四位数的 在每一个深夜,我们一次又一次的手打编号 我们一段又一段的格式编辑 一次又一次进行标题的设置 这都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城市的凌晨三点钟的样子 如果同学们还是用短文档的排版方式去给长文档排版 那Word的价值就完全被埋没了 那比如我们看现在这样一个文档 这里面的标题全部都是手打的 这样我们无法在左侧导航视图当中去显示它的标题 如果我们想要查找内容,就堪比大海捞针 而我们再看这样一张图呢 我们整理了大纲,设置了多级的列表 我们也使用了标题的样式 如此一来呢,我们就可以直接在左侧 这个导航视图里面能看到每个板块 我们想要查找修改一键就可以到达 今天呢,老师就负责来拯救大家的长文档排版 以及发际线还有你的黑眼圈 其实长文档的排版一共分为三大步 分别是写作前的框架搭建 写作中的样式运用 写作后的排版完善 这其中啊,每一步都缓缓相扣 如果某一步我们有所遗漏 都可能会影响到后面的步骤 好了,话不多说 首先我们先进入到第一大部分 也就是整理大纲 在我们开始跨出长文档排版的第一步之前呢 我们需要收集资料,整理大纲 收集资料呢,这里老师就不再赘述了 同学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啊 在各大搜索网站里面尽情的遨游 现在呢,我就给大家介绍两个整理大纲的好方法 首先第一种方法呢 我们先新建一个空白的Word文档 然后我们点击视图 这里呢,有一个大纲视图看到了吧 我们点击一下这个大纲视图 那么在大纲视图当中啊 我们可以建立文档的纲目结构 首先呢,我们试着在这个大纲视图里面 我们先输入这样几个内容哈 首先第一个我们输入企业管理 然后我们输入管理 然后是人员 然后是信息系统 然后输入完之后呢 你可以将光标啊 逐个定位到这里呢 我们逐个看一下哈 首先我们先定位到企业管理 我们看这里有一个一级看到了吧 这就说明它现在是一个一级标题 那这个管理呢 它也是一级 包括下面都是一级 为什么都是一级标题呢 那现在呢 比如我们要将管理 人员 信息系统 这三个 我们将它们调整为二级标题 那我们该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这样哈 首先我们先选中这三个 然后在这里看到了吗 有一个向右的一个箭头 这个叫降级 我们点一下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你再将光标放到管理 人员 信息系统 那么上面就成二级了 这时候它就是二级标题了 然后下面呢 我们再输入一些内容 比如说财务分析 然后是公司现有财务状况 然后呢 是融资计划 然后是财务 财务 预测 我们又重新输入了 这样几个 那现在呢 我们要将财务分析 给它设置为一级标题 那么刚刚我们讲了哈 那设置这个标题的等级呢 我们可以通过 这里有按钮 对吧 除了按钮呢 我们还可以使用快捷键 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 将这个财务分析 升为一级 它的一个快捷键 那么我们需要使用 Shift 加out 然后加一个左箭头 首先按住Shift 再按住out 我们再加一个左箭头 这时候你就会发现 财务分析变成了 一级标题 那如何降级呢 我们要同时按住Shift 加out 然后我们按右箭头 这时候它又降级了 它又变成了二级标题 OK 现在这个快捷键 大家学会了吧 然后我们还是将财务分析 将它调整为一级标题 那刚刚我们说了 这个左按键 还有右按键 是调整这个标题 它的等级 那上下按键是什么呢 好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将光标放到融资计划 这里 然后我们按住Shift 按住out 我们按一个上 你就会发现 它其实是将这个大纲 它里面的项目 你将它上移 好 我们再按住Shift 按住out 我们按下 这个大纲 它又下移了 好 清楚了吧 那我们看 在这个一二级标题 还有一个加号 一个减号 好 这什么意思 我们可以双击一下 这个加号 我们双击一下 它就收缩了 然后我们再双击一下 它就展开了 那关于这个收缩 一展开 它也有快捷键 那展开的快捷键 我们可以按住Shift 加out 然后我们点一个加号 它就展开了 那现在它本身 就是展开的状态 所以它并没有展开 我们可以先试一下 将它收缩 也就是折叠 那这个折叠怎么办呢 我们同时按住Shift out 然后点一个减号 它折叠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再同时按住 Shift 加out 我们再加一个加号 然后它就展开了 那同学们 可以尝试一下 看看跟老师做的 是不是一样呢 那为了不浪费大家的时间 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份大纲 请同学们 下载我们本节课的复件 我们右键 使用word 打开我们本节课的 联系复件 然后我们点击试图 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大纲试图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这里面的内容呢 我们随便点一点 那么点了点去 有细心的同学可能会发现呢 老师所提供的这些所有的内容 全部都是正文文本 他们并没有一级或者二级标题 那接下来我们通过刚刚我们所学习的方法 我们将这个大纲啊 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 那么这里呢 给大家一个提示哈 那这里面是加粗的这个字体呢 我们是一级标题 那么其他没有加粗的全部都是二级标题 首先我们先选中所有加粗的字体 我们可以使用Ctrl键 按住Ctrl键 然后我们逐个将它们选中 都选中之后呢 然后我们点击这里啊 就是最左侧这个按钮啊 它叫做提升至标题1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他们全部都会变成了一级标题 那一级标题呢 我们有现成的这样一个按钮 可以一键让它提升上来 那二级标题该怎么设置呢 难道我们要逐个的去按快捷键吗 好 当然不是了 首先我们还是先选中 我们要调整的内容 那也就是这些啊 没有加粗的这些文字 那选完之后呢 这里有一个下拉箭头 看到了吧 我们下拉一下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二级 然后一键就将它们设置完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Word 它自动的帮我们添加了编号 我们放大一下 看到了吧 自动帮我们添加了编号 但是呢 这个编号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因此呢 我们要将它取消掉 怎么取消啊 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这里看到了吧 这个编号这里 我们点击这个下拉三角 然后我们选择5 这个时候 它的编号就被我们取消了 就这样呢 我们的大纲就设置好了 同学们呢 还可以使用上面的这个方法呢 来设置更多层级的大纲 然后我们来学习 快速设置大纲的第二个方法 不知道在屏幕前 做了你是否有使用思维导图的习惯 如果你是思维导图的用户啊 老师一定要在这里告诉你一个快捷 有方便的好方法 那同学们首先可以在 思维导图里面的列好这个大纲 然后呢 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文件 这里呢 有一个导出 我们选择导出为Word 然后我们点击保存 保存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个位置 我们使用Word来打开 刚刚我们所导出的这个文件 那导出来之后呢 我们从视角上来看 屏屏幕期 是吧 不过我们点击视图 这里有一个大纲视图 我们来点击一下 哎 你会发现人生这是处处有惊喜啊 看到了吧 这里一级二级标题 全部都给我们设置好了 基本上你想要的样子 它都有 这样呢 我们使用两种方法 就整理好了大纲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正式的跨出 常文档排版的第一大步了 然后我们对第一部分 整理大纲进行一个简单的总结 那么我们整理大纲呢 跟大家分享了两种方法 第一种呢 我们新建一个空白的Word 然后我们切换到大纲视图 在那里面我们去进行调整 第二种呢 是我们新建一个思维导图 那么我们将做好的思维导图 导出于Word 然后我们切换到大纲视图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二部分 也就是搭建框架 在这一步当中呢 我们分为页面设置 多级列表两部分来完成 好了 废话就不多说了 马上我们先开始 第一部分也就是页面设置 那关于页面设置呢 这张图是老师在网络上 某个大学创业计划竞赛 对商业计划书的版面的格式要求 这是老师在网上找到的 然后呢 我们也可以根据上面的一些参数的一些数据啊 我们来调整我们这个文档 它的一些页面设置 首先我们先打开刚刚我们试试完大纲 我们的这个操作附件 然后呢 我们点击试图 那这里呢 有个标尺看到了吧 如果大家那里的标尺呢 没有打对勾 我们需要将它打一下对勾 然后上面这个标尺就会显示出来了 然后呢 这个标尺右侧有个灰色部分 看到了吧 我们双击一下 这个灰色的部分 就会弹出来 页面设置这个对话框了 然后呢 按照要求 我们先调整一下页边距 首先它的上呢 是2.5 然后左呢 是3 然后下呢 也是2.5 然后右呢 也是3 那么纸张方向呢 我们选择纵向 然后呢 我们再点击纸张 那么这里呢 可以调整纸张大小 看到了吧 我们点击 那么我们选择A4 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板式 这里呢 我们可以修改板式 然后页面呢 我们改成1.5 现在默认就是1.5的 然后页角呢 我们也修改为1.5 那最后呢 我们点确定 OK 就这样 页面我们就设置好了 现在这个文档啊 我们从总体上来看一下 这个呢 页面我们设置好了 而且呢 已经有了一级标题 以及二级标题 但是这个标题前面啊 还没有编号 难道说 我们需要自己一个一个去编写吗 如果我们写到一半 发现中间我们需要插入一个模块 那么我们又要重新进行编号了 哎呦 这个场面真是不敢想象 对吧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级列表来帮我们了 那由于我们目前编写的是商业计划书 所以呢 比较适宜来使用中文的数字来进行编号 也就是说啊 我们可以按照这种形式啊 第一张 一 然后小括号一 然后小一 顿号 然后呢 再小括号啊 这样一个小写的一 接下来呢 我们来到我们的操作附件里面去 然后呢 我们点击开始 然后这里呢 有一个多级列表 看到了吧 我们点击这个下来三角 那么这里呢 啊 我们看一下 仿佛目前的列表库 并没有我们需要的啊 这样一种多级的列表编号 所以呢 我们就要重新定义新的多级列表了 那么在下面这里有一个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我们点击一下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进入到新的多级列表 这样一个窗口 然后啊 首先我们先点击啊 一这个级别 然后在这里呢 啊 这里有一个编号样式 看到了吧 后面有个下来三角 我们来点击一下 然后我们往下翻啊 这里有123 好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上面有编号格式 看到了吧 啊 我们在前面输入一个啊 D 后面输入一个章 好 那中间这个123呢 它是可变动的啊 然后呢 下面有一个文本缩进位置 这里我们修改为0 然后我们点击更多 点完更多呢 在这里有一个将级别链接到样式 我们来点击一下 这里我们选择标题1 最后我们点击确定 好了 刚刚啊 我们也是一顿操作猛入股是吧 然后我们来缩小一下这个界面 我们来看一下哈 那现在呢 呃 像这个一级标题 前面就有了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啊 一次往下的 那么现在呢 问题又来了 如果这个摘样呢 我们并不想让它去进行变号 也就是说这个第一张 我们实际上是想从这个企业基本情况开始 这个时候该怎么办呢 实际上很简单 我们选中这个第一张 然后它就处于一个选中状态 然后我们将它删除 你看下面的就自动编成了第一张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 清楚了吧 这个时候我们乘胜追击 我们重复上面的步骤 我们将二级标题的编号也给它完成 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多级列表 然后这里呢 我们点击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然后这里我们点击这个二哈 那么这里的编号样式呢 我们点击下拉 这里我们选择一二三选择这个哈 然后后面呢 这里我们给它补充一个顿号 那补充顿号的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要让二级标题呢 变成一顿号二顿号三顿号啊 就是这种样式 然后文本缩进我们改成零 对其位置呢 我们也改成零 然后这里啊 将级别链接到样式 这里我们选择标题二 这个一定要选择 OK这样试证完之后呢 我们点确定 好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看 所有的二级标题全部都有了 这个一顿号二顿号 但是我们现在看啊 这个编号还有标题之间 就这里呢 它会有一个空隙 那我点错了 我撤销一下 就是在这里啊 我们看这里呢 会有一个空隙 每一个之间 它都会有一个空隙 看到了吧 那么这个空隙呢 似乎也跟这个标题 没有太大的关系 是吧 那这个时候 我们需要再次啊 进入到新的 这个多级列表窗口 我们来调整这个空隙 我们看一下 是如何调整的 首先我们先点击啊 这个下拉三角 然后我们点击 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我们先选择这个一 那么这里呢 有一个编号之后 看到了吧 啊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里我们下拉选择一下 一个叫置表服务 一个叫空格 一个叫不特别标注 啊 那这三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三个也就是说 在这个编号 比如说第一章 还有一顿号 后面 它与标题之间啊 它们中间呢 会间隔开一个置表服 或者间隔一个空格 或者啊 不特别标注呢 就是什么都不间隔 什么都不加 啊 那么我们先改成这个啊 同样我们将这个啊 标题二也改成这个啊 就是不特别标注 然后我们来点确定 这时候我们来看 这个标题 还有正文之间啊 就没有任何空隙了 对吧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会发现 这个一级标题啊 啊 它跟其他的这个 这个二级标题呢 几乎啊 没有任何的区别了啊 一点空隙都没有 那么这样阅读起来也不方便 我们去辨识 因此呢 我们再重新设置一下啊 这样呢 同学们也可以熟悉一下 这个步骤 首先我们点击这个下拉三角 然后我们点击定义新的多级列表 这里呢 我们选择一 然后编号之后呢 我们点击这个下拉 好 我们选择一个置表服 然后我们点确定 那这个时候 我们看一级标题的编号 它跟后面的啊 标题之间呢 就会出现这样一个空隙了 这个呢 是一个置表服 那刚刚呢 我们学完了标题的编号啊 这个时候 我们是时候来调整一下啊 标题的字体了 同学们可能也会觉得 我的默认的这些格式 看起来其实也蛮不错的 对吧 可是我们在编写一些 正规的文书啊 学术论文的时候 往往对这个格式 是有严格的要求的 所以呢 我们再一次呀 参考老师在网上找的这个 商业计划书的格式 它的要求呢 其中它对标题这一部分的要求 我们进行修改 我们来看一下啊 像它这个里面啊 对一级二级三级标题呢 它的字体都做出了要求 而且呢 对它的标题兼具啊 也做出了相应的要求 首先我们看这个一级标题啊 是三号送题 然后加粗的 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考虑一个事儿 就是如何快速的修改啊 标题的格式 我带大家来用几种方法 首先我们使用第一种方法 我们先来到我们的复件里面 首先我们先选中一个摘要 这是一个一级标题 对吧 然后这里呢 会弹出啊 它设置字体的这样一个对话框 如果不想在这里设置呢 我们在这里设置啊 其实都是一样的啊 我们点击这个下拉 我们选择送题啊 刚刚啊 这个图片里面要求是送题三号字加粗 对吧 好 我们也这么去修改 这个改成三号字 然后啊 现在就是加粗的状态 然后我们可以右键啊 这里有一个段落 看到了吧 我们点击这个段落 然后在这个里面 这个间距啊 断前我们修改成啊 6 然后断后呢 我们改成啊 12 啊 这里呢 是多倍行距 我们修改为1.2 然后我们点击确定 然后我们这个啊 其中的一个一级标题 我们就修改完了 对吧 那如果我们想修改 其他的一级标题呢 我们可以使用格式刷 我们双击一下格式刷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去刷其他的 但是那如果一级标题 特别多的情况下 我们这是个查文档 对吧 虽然格式刷确实很方便 但是一个个点 这也太不过的了 所以我们还是看看其他方法吧 那接下来我们来试一下 第二个方法 那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看这个摘要 这个一级标题 它已经修改完了 对吧 好 我们先选中 我们修改好的 这样一个一级标题 然后呢 我们在开始这里呢 这个样式里面 这里有标题一看到了吧 现在它的样式呢 就是标题一 然后呢 我们可以右键一下 这个标题一 这里啊 有一个更新标题一 以匹配所选的内容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更新一下标题一 这个样式 你更新成什么内容呢 更新成跟你所选定的 这个摘要是一模一样的格式 就这个意思 那么如果我们更新了这个标题一这个样式呢 只要我们这个沃德文档里面 只要它是标题一这种样式 它就会自动的去进行更改了 好 我们看一下 那这里面 你选中它 你选中这些文本 它这里呢 会显示它是标题一 如果是标题二呢 或者其他的标题呢 你点击这里会显示啊 它会自动的去跳到这个地方 像这些都是标题一 其实我们可以尝试一下哈 首先我们先选中这个摘要 然后我们右键 我们点一下更新 更新完你发现情况可能不大对劲 是吧 因为下面都是 带我们前面设置好这个标题编号的 好 现在我们更新完了 本身这个摘要是没有编号的 我们撤销一下哈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 我们修改一下这个 第一张这个 我们修改一个带编号的这样一个一级标题 首先我们先选中它 然后它是送帖三号 现在就是加速对吧 我们右键 段落 点击一下 然后断钱呢 是6 这个是12 多倍行举 这个是1.2 然后我们点确定 点完之后 我们再右键更新 这样的全部 所有的一级标题全部都更新完了 但是说实话 这个也不是特别方便 对吧 而且还还容易出现刚刚我们弄这个摘要还翻车了 现在呢 我们以这个二级标题为例子 我们来看看第三个方法 让大家看一下觉得哪一种方法更加的方便 那这种方法呢 我们是在开始里面 首先我们先点选某个标题2 然后它的样式是这个对吧 就是标题2 这样一个样式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右键这个样式 这里有一个修改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在这个窗体里面 我们就可以设置格式这里有字体看到了吧 好 我们看一下标题2的字体是小三号送体加粗 我们来试一下 那这里我们改成 它本身就是送体 然后字号呢 我们改成小三号 然后这里有个加粗 看到了吧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就是加粗了 然后我们点击这个格式 这里有段落 我们来点击一下 那段落这里呢 也可以看到它的大纲级别 这个是二级的 然后间距断前呢 我们修改为6 断后我们修改为12 然后这里是多倍行距 那值呢是1.2 接下来我们点击确定 这里也点确定 这样你就会发现 那所有的二级标题 只要是符合标题2 这个样式的 它全部一次性都改过来了 这个其实最方便了 OK 那么上面老师呢 介绍了三种方法来修改 标题样式 第一种方法呢 是用格式刷 第二种方法呢 更新以匹配所选的内容 第三种方法呢 我们直接修改标题的样式 其中第一个方法 格式刷呢 在相对较短的文档当中啊 其实它是一个短平快的方法 更加的方便快捷 那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更新匹配内容 适用于所有通级别标题 一致的情况 那像上面呢 我们这个文档里面 这个一级标题啊 它也不都是一样的 所以呢 我们用这种情况 很容易出现翻车 那第三个方法呢 适用于所有的情况 也不用担心特殊情况的存在 所以呢 同学们 我建议大家 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啊 选择不同的方法 来进行使用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对我们第二部分的内容 就是搭建框架呢 我们进行一个总结 首先我们分为三部分 对吧 那页面设置 多极列表 还有标题样式 在页面设置里面呢 我们按照 版面的格式要求呢 按照这些参数 我们去进行设置 多极列表呢 我教大家 重新定义了 新的多极列表 那其中呢 我们对标题一 还有标题二 进行了 重新设定 然后标题的样式 它的修改方式呢 我们说了三种 那刚刚呢 我们也是总结了一下 这三种 它们的利弊 OK 那么本关呢 我们了解了 常文档排版的三大步 并且我们完成了第一步 也就是搭建框架 里面 包括页面设置 以及多极列表啊 我也希望大家 不要小看多极列表啊 在后面我们插入 提柱 尾柱 等很多时候呢 这个功能的使用啊 都是建立在 多极列表的基础之上 让同学们下课以后呢 也要好好的复习一下 下一关呢 我们将学习 常文档排版2里面的 录入内容 OK 那在下一关 我们不见不散 我们下课了